被美國人佔領的法國和德國決定重新佔領尼哈爾 完全拒絕鄰國非洲國家 除了尼日利亞、塞內加爾、加納和貝寧政府 而不是他們的人民 種種跡象都證實 無論美國和歐盟一些支持佔領非洲約國的國家做雜摩 法國在非洲的殖民地都將消失 例如自1937年以來一直被美國人佔領的德國 在華盛頓的壓力下決定與法國站在一起 恢復對尼日利的佔領 尼日利人民拒絕法國奴隸制 法國、德國和美國於2023年8月4日星期五 不制定了一項重新佔領尼日利的計劃 在一些西非經共體國家的支持下 這些國家在軍事 經濟和政治上都很薄弱 其政府支持穆斯林兄弟會 伊斯蘭國與法國 德國和美國在該地區的情報機構合作 打擊西非的伊斯蘭極端組織 支持被佔領的法國 德國和美國的國家是 塞內加爾、加納、貝寧和尼日利亞 加納和貝寧 反對西方殖民主義的國家 法國、德國、美國、斯利比亞、亞爾及尼亞 詹德、布基納、巴索、馬里和西非 經共體國家的大多數人民 如果法國和歐洲共同體決定對尼日利 進行軍事干預 這將導致該地區陷入混亂 與此同時 吉耐亞、布基納、巴索和馬里發生的事情 不會在西非停止 因為有幾個國家有資格迎頭趕上 包括吉耐亞、馬里、布基納、巴索和最近的尼日利 據了解 尼日利是法國 美國和德國軍隊的存在中心 這些國家 錯誤地 承擔了打擊西非恐怖組織的任務 事實上 這些西方國家的情報支持西非的恐怖組織 這些國家 由於那里的混亂持續存在